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他决定回到家乡 这是很多人都种梨子的家乡苗栗的灼兰 他决定也要来种梨子好了 但他不是照着一般人怎么做就好 他是想要把事情想通 于是当一般都是进口日本韩国的花苞来接在梨子枝条上的时候 他决定那试试看育种 而这一育种这个实验不是失败一两次而已 它是一世在世 它的育种实验进行了二十年 记录了上千次尝试之后的结果 终于它的努力有成果了 现在它的梨子被公认为是本土梨子界的景品 在梨子上也不想在的家乡里的地方 在梨子上摇下来说 它是一世在山上的城市 它是非养加人的这种它们的家乡 它是一世在地的城市 在梨子上摇下来说 它是一世在山上的地方 碰到这个枝条 它就会受损 很容易掉 尤其它成熟的时候 更容易掉 树头上挂着的是 刘山泉研发的台湾品种 宝岛甘露梨 采收的时候得父子两人一起上阵 这很简单 撑不住 现在靠纸袋在支撑 靠纸袋支撑 然后纸袋一打开 它就没有支撑力了 这个应该两斤有吧 有 有 40两 40两 我强调的不是大 我不是做它 最主要是做它品质 刘山泉特别撕开纸袋 让我们看清楚 什么是台湾本土的精品水梨 弱子很细 然后有一些甘蔗味 然后它可食力很高 它心比较小 比其他的小一点 它就是可食力很高 然后皮很薄 别人是种篱来卖钱 但刘山泉的原子 却像个种原库 20多年来 他都在埋头研究 培育属于台湾本土的 高阶梨品种 我有做一些抗病试验 整年度完全不盆农药 不撒农药 然后看什么品种可以存活下来 它不会坏掉 不会烂掉 对一个农业门外汉来说 这并不容易 刘山泉原本在做机车买卖维修 40岁那年因为压力过大 引发心率不整 决定提早退休 苗栗家乡卓兰当地盛行种高阶梨 为了生计 他也试着种了几年 却发现当时农民只能仰赖 进口日本韩国的花苞 在嫁接到台湾粗梨的枝条上 失败率很高 刘山泉心想 如果他能自己育种 不但可以降低成本 还能提升品质 他到台中改良场找老师学习 再回来摸索做育种实验 我们的低温只能在冰箱 就是在我们冰箱 把花税剪下来 它的低温就是在冰箱里面 煮长大概1000个小时 就可以高决它 就会开花结果 要在中低海拔的地区 种出好吃的温态品种水梨 难度还不是普通的大 育种实验进行到第八年 好不容易小有成果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九二一的时候 我家的房子 前面震了一个大概一米这么宽的 然后三更半夜都没有灯 然后我就带着我妈妈 走出去外面就是要避地震 然后我妈一下子掉在底下 前面是我们上面是一米 但是下面是已经一大窟窿 我妈妈突然不见了 她救出受困深沟的老妈妈 却保不住扮回的房舍和离园 一家人原本就为了育种过的拮据 接下来还要重建家园 哪里还有钱能继续做研究 因为这个东西民间没有人成功 因为民间很难有心态跟经费去坚持 对 因为像我小时候 就常常搞的就是家里都没有钱 就是有时候我是 我是很少跟我爸爸讲 就同学他们都有零用钱 买饮料去做什么事 然后其实我都不太敢 跟我父亲开口就是要钱 921之后留生权面临抉择 若是继续研究育种 势必就要腾出土地来 换句话说 这满原子的梨能卖得很有限 你如果一棵树有十个品种 一百棵就一千多个品种 你不可能拿那个梨子去卖 因为你凑不到一样的品种去卖 难道要放弃吗 挣扎过后 他卖掉将近两家土地 在园里重建实验基地 不管好不好 你放弃的话就很可惜了 你说放弃的话 你就前面的八年完全变零 如果我还继续卖山 继续研究的话 我就还有那个机会 那个机会还很大 因为我做这么多品种 机会还相当大的 一家人靠着太太出去接杂工 织成生计 留生权就一头栽进育种世界 做这个牌子 像我现在这个牌子 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我都有写 到以前是 整个密密麻麻的原子都是牌子 不好的一直筛选 筛选到现在只剩下 大概六个到八个品种 土地有限 一棵树只好高接了十几个品种 二十年来 他从一千多个杂交后代中 慢慢筛选 想努力找到 优良的台湾梨新品系 我在筛选过程中 每个离子的特性 每个离子的好缺点 优点 我都是一定要记下来 然后每一年 它不是一年筛选一次就够了 你认为今年好吃 明年它气候不一样 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它就没有一致性 没有稳定性 做试验 一百个绝对有九十个 九个失败 你想的跟你实时上 绝对不一样 在亲友眼中 刘生拳有点疯狂 一天三次观察水梨的成长变化 一年年的试种新品种 对育种的执着 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其实我从小都看在眼里 我爸可能早上起来 人家第一件事情是 上厕所刷牙系列 我爸的上厕所是 来这棵树下 边上厕所边观察 全家人都是水梨试吃不对 把离子当饭吃 这体验可不是人人都有 我就送给卫生所 送给医院 送给某一个人 就是朋友 然后我里面一定一包 每一个品种 不一样的品种 让他们试 但是我一个要求 就是说 我送给你吃 你要把你认为最好吃的 回报给我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在试 但是我此历子 吃到很怕了 熬了多年终于有了回报 一位农民试吃后的反应 让他看到希望 他告诉我说 那个品种相当好吃 我不相信 后来他说 你能不能在 冰库里面再找一个 我说真的 后来被我烦到一个 吃起来真的不得了 我很好吃 而且糖度也相当不错 而且它肉质很细 追踪之下才知道 这原本要被他淘汰的离 原来是晚熟品种 得放久了 才会把品质表现出来 吃起来不但多汁细致 也有很好的抗病性 非常适合台湾风土 它的抗氧性 抗氧化很高 然后它很耐储存 甚至我们如果说 发展以后 外销到中东 它不需要空运 它坐船可以坐两三个月 到了还不会出问题 刘生泉把这皮薄多汁的水梨 取名宝岛甘露梨 也申请了品种权 一位农民靠着自己的力量 成了台湾高阶梨育种第一人 引起农政单位注意 有人称他是高阶梨界中的LV 但这份成就带来的 却不只是荣耀 当时他低价授权给农民栽种 希望扭转低迷的离市场 却也被贪心的人 偷嫁接违法私众 种种打击 让他忧郁失眠 还中了风 台湾对品种权的保护力道不够 农民观念也需要普及 他们不了解留生权 是没有政府单位支持 在最困苦的时候 只能卖地做研究 也幸好 还有不少人认同他的努力 他们成立团队 协助留生权处理复杂的 法律问题 后来他也找到 打击留言的最好方法 我申请两个品种 我申请两个品种 你只在怀疑 我连续三个品种四个品种 都是我自己做的 如果是我偷的话 哪里有这么东西可以偷 这么多可以偷 哪里有这么东西 这么多人会给我东西 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一直尽量凸显我自己的实力 即便已经七十几岁 体力大不如前 他也没放弃研究新品种 你讲说这甘露里已经是LV 但是他也有他的缺点 他不可能有东西十全十美的 我在研发的是在补足这个不足 没有说一个上线就不需要再研究了 没有这个东西 你是手机也一样 你哪一个手机最好 他还是在研究 在进步 不可能说就这样嘎人而止 不会这样的 他相信台湾梨农的未来 在于努力研发本土梨 所以实验的脚步不能停 这几年他还协助小农转种 无偿替他们解决栽种问题 希望高经济价值的水梨 能改善农民现况 刚开始农民种很好 但是发生问题以后 他有问题提出来 我既然拼准给你 我一定要让你赚钱 你如果不赚钱的话 你会骂我 刘生全对育种的热忱 也让儿子受到感召 除了管理果园试着销售 也和爸爸学起育种技术 我从我爸爸上面看到的 他对研究梨子 不是只有难过的部分 难过的都是除了植物以外的事情 其实他对植物是有热爱的 对啊 那我想说我爸爸竟然有办法 对梨子树热爱这么久 也许我可以试试看 那也不会中断它付出一辈子的心血 这个甘露梨让梨产业整个蓬勃发展 因为很多以前照顾梨子的梨员 已经放废耕了 不耕了 废耕两三年 现在就有人要住 刘生全的后半生 都在培育梨子新品种 也因为这份不认输的精神 让本土温带水梨 成了农业里的台湾之光 而这是一个农业门外汉 透过不间断的学习 用时间和热情换来的 既然要做就努力做得好 像他虽然是门外汉 但反而从头学起愿意实验 直到释出了最好的效果 同样这位是做蛋卷饼的主角 那么他也不因为自己的车祸 因为身体的障碍 而影响了他东西的品质 因为他用蛋卷饼撑起一个家 他努力转动一根根蛋卷饼 要为了孩子转出人生的希望 我们的蛋卷饼它的口味就是介于在 煎饼与蛋卷之间的口感 意外发生之前 林炳熙是家里的重要支柱 他是餐厅厨师 下班后还要赶回来 帮爸爸做蛋卷饼 我们蛋卷饼的原料是 就很简单就是鸡蛋 牛奶 糖 面粉 奶水 然后其他那些什么 抗眼花精那些什么 零零种种的都不会去另外再加 二十年前他下班骑车回家 却被连接车迎头撞上 那场重大车祸让林炳熙差点没了命 一年后爸爸也生病过世 一连串的变故让这个家乱了套 弟弟整个崩溃吧 因为两只脚不能走路 那妈妈的话是只能一直照顾 她也没有办法就是去算说 今天到底是什么状况 她没办法去了解 所以变成说我下班也要去注意说 她的状况 结果没有后来想到说 她顾高最后 高血糖高血压都起来 现在姐姐下班或休假 都会带着女儿回家 帮忙烤蛋卷饼和包装 但在意外发生后 母子俩消沉了很多年 生意也停败了 我跟妹妹还有小弟 该上班的上班 该读书的读书 该想办法加班的就去加班 那时候是做两个工作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妈妈想起过去家里的事业 手工古早味蛋卷饼 其实除了赚钱过生活 妈妈还有另一个理由 没告诉儿子 她跟我做变幼儿子 她如果没有变幼儿子 我就不变幼儿子 以前是先生儿子做好蛋卷饼 妈妈负责摆摊卖钱 林秉熙身体不变 站不了炉台 只能手把手地教妈妈 从搅拌原料 开始一段魔鬼训练 这人在做 这种做的也烫得很久 烫得谁都烹饭 手都烹饭 那不效对吗 看似简单的工序 却讲究温度时间和手感 才能确保每根蛋卷饼品质都一样 但妈妈年纪大了动作快不了 蛋卷饼不是烧焦就是不熟 常常失败浪费不少原料 因为我本身比较 比较不会浪费东西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多念个几句 妈妈也不然你来考 我今天我能考我干嘛坐在这个轮椅上呢 对不对 她想帮妈妈赶订单 几年前还真的就拜托姐姐 弄来一个适合她身高的炉台 自己上阵烤蛋卷饼 她会全神贯注在这边 旁边跟她讲什么她会听不到 她会完全没有办法去注意别人 所以你有时候跟她讲 你会觉得她不理你 其实她不是不理你 她是因为这个很烫 她的脚不能烫到 但想不到没多久 这烤台管线就坏了 还来不及送休 林炳熙就进了医院 即便身体状况很不好 林炳熙还是很心疼妈妈 老人家一身病痛 还为了照顾她 压力大到必须靠药物才能入睡 所以有事她都想办法自己扛 其实林炳熙的伤势很严重 脾脏破裂 肋骨断裂 缝了心脏 原本是被医生宣告 一辈子都只能瘫在床上 她花了很久才克服心魔 说服自己面对现实 她硬逼着自己努力复健 一年后就撑着坐上轮椅 我意志力就是要坚持着 怎么让我的生活改变 然后我才有办法去改变 我以后的生活 并不能说每天都待在床上 就有钱吃饭 因为爸爸也不在了 我只是妈妈 要为了她更坚强 她是我的动力 不认输 让她不只能坐轮椅到处跑 还能骑车出门送货 宅配时间无法满足客人的 她就自己跑一趟 起初骑这个也是会怕 因为她我们这个轮改装车走 就会不稳定 起初也是会怕 在发生那场严重车祸之前 林秉熙还出过好几场 大大小小的事故 说梅阴影是骗人的 但她选择往前看 她从板桥店面骑到土城 今天极准协会的伙伴叫货 林秉熙偶尔会和大家交流 也会鼓励新进的会员 不要放弃希望 林秉熙就很庆幸自己还有愿意陪着她一起熬的家人 她得更努力才行 花了几年研究开发新口味 第一个我的观念 我以前是厨师我很归 我不想用色素来取代颜色 爸爸时代没有的抹茶蛋卷饼 用的是高山茶叶 那是林秉熙跑了好几个山头 花了几个月试回来的 当时买回来的茶叶是已经有请茶商那边 茶农他们那边帮我磨碎 可是碎度并不足 我要把它磨成粉 才能制作蛋卷饼 在这之前 还要细细地挑掉茶梗杂质 才能研磨成粉 之后再和蛋卷饼调料 充分搅拌 疫情让订单掉了好几成 但他们不认输 为了增加收入 姐姐忙着赶订单 妈妈就准备开货车出门 到订点现烤现卖 傍晚五点小学门口行动蛋卷车开张 大马路边做生意呼啸而过的车 常让人捏把冷汗 他一个人要顾炉台烤饼 有客人上门还要赶着去包装 要吗 要把这些关火 可以 好 要等一下 因为我出来就是自己做 自己卖 来有饼干 客人要等我饼干全部拿出来 记得不要冰就好 好 林秉希总在不久后也抵达现场 她知道只有自己多做一点 妈妈才有机会休息 因为妈妈总是会要上厕所 她总不可能让她憋太久 再来就是 我只能在那边收上招呼客人 妈妈她就包装 然后烤蛋卷饼 经过多年的练习 妈妈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烤出来的蛋卷饼酥脆爽口 有时客人来得少 她也不气馁 菜素厂已经跑了三十几年 我又跑菜素厂 所以你叫我不要工作 我可能没办法 我在家里做我腰很痛 我不如出去外面做生意 要客人跟我讲话 还要认识更多人 生活还有许多不如意 但林秉希更珍惜 重生后的每一天 她永远记得 当知道自己 再也站不起来那一刻 有多害怕 我 或不会让你们不想理我 因为我毕竟做了这个重生 可是妈妈只有说一句话 我不会放弃 会这么问 是因为其实在她车祸前 爸妈经常吵架闹离婚 妈妈本来差点就离开这个家 你这久的她给你摸下去 你怎么做得下去 做不下去 那时候就烦恼说 万一婚 如果是没去 她不知道要怎么办 永远不可能丢下孩子 所以烤炉再重 妈妈也舍不得放手 即便辛苦 只要最爱的家人 不放弃希望 也就有信心 可以继续走下去 生命中难免有困境 但找到支撑的动力 就能有希望 王之后继续带您看了 这位能激励学生 很热血的仙女老师 她背后也有生活的压力 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的 面对不公平 你可以做什么 什么叫做有温度的课堂 温度好抽象 我觉得我的课堂 就可以让温度变得很具体 9月份是感念老师的季节 真的老师对人的影响 是一辈子的 就像这位老师呢 真的也非常享受 这个可以传递理念 跟热情的工作 尽管她不只是老师 在妈妈的角色上 她必须要面对现实的压力 谢谢 谢谢 她会不会在这么大的人 上次讲话了 然后今天我们来 看来跟做的议题 这个议题是 当你在人生的十分入口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绰号仙女老师的余淮景 面对三百多位来自全台 各地的企业主发表演说 不止坎坎而谈 还将与会学员分组 台上台下热情勿动 笑声掌声不断 这是有温度的一堂课 余淮景在教育圈知名度不小 但是她并不是一开始就当老师 武专毕业念的是电算 当了三年城市设计师 觉得无趣 发现大学毕业的同事薪水比较高 决定考差大 念了中文系 再念研究所 修教育学分 才走上当老师这条路 我当老师的第一天 我就觉得我好喜欢这个工作 我就觉得我看到了以前的我 就是那个不怎么出色 很想要念书 可是也没有办法的自己 仙女老师这个绰号是学生取的 余淮景说她真的好喜欢当老师 更希望学生喜欢上她的课 于是费尽心思设计了很多方法 我自己就在学习阶段 就是只要上课 我都会觉得打瞌睡很想睡觉 我当了老师以后我就会想说 怎么样让他们喜欢这堂课 我觉得一开始是分组 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人会分组 所以只要分组 你就会发现学生很开心 你只要问了题目 然后他们就会一起讨论有了答案 老师们 把人放在团体里面她就会敢说话 关键就是她觉得她在这堂课 是有成就感的 余淮景自己归纳出教学四大法宝 有伴 有趣 有用和有料 在课堂上永远妙语如珠 活力十足 精准掌握课堂节奏 还曾经获得全国Super教师 特殊优良教师等多个奖项 但是回到家中 她是两个身心障碍孩子的妈妈 早安 早安 我在考上正式教师的第一年 我就生孩子了 那我的孩子是七个月早产 一个是九百多功课 一个八百多功课 一出生医生就说 他们可能活不下去 甚至这个妹妹她的脑部受伤的状况很严重 她可能一辈子瘫痪 两个孩子都患有周脑式白质软化症 也就是脑性麻痹 姐姐频频运动神经受损 状况比较轻微 妹妹安安脑部受伤面积比较大 认知和语言发展都受到影响 左半身无力 我是在产房就是什么 剖腹到了病房 我先生就跟我说 我那时候第一个时间就是 原来这么严重 然后我不能哭 因为产妇如果哭的话 会很伤眼睛 我那时候就知道我要照顾他们一辈子 我就问我先生怎么办 我先生是那种无神论者 我先生就跟我说 我们在马街医院出生的 我先生说 他那时候经过马街的那个祈祷式的时候 他人生第一次这么想要走进去 很想要让我们的孩子是没有事的 校长 你们就走这边 从这边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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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校长 走 那我们帮忙去开冷序吧 虽然事情天霹雳 余怀景并没有沉浸在负面情绪里太久 只积极地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很喜欢范仲淹的悦阳楼记 每一次我在上这场课的时候 学生都会一直说不公平不公平 学生的不公平就是 我都举手了 你怎么没叫我 或者我已经很认真了 为什么我得到的分数比别组低 我那时候我每次都会跟学生说 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的啊 面对不公平你可以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到我的时候 我很直觉的 我就会觉得 那如果人生就是这么不公平 那我可以做什么 虽然接受事实 但要面对仍然不容易 在他们三岁之前 我每次比如说去医院 或者要去什么停车场 要拿身心障碍手册的时候 我其实是遮遮掩掩的 即使我的小孩行动外观 人家看得出来 我就是没有办法 甚至我没有办法 把那个身心障碍的停车卡 放在车子的那个挡风玻璃上 我会觉得很丢脸 他不会 那你比你妈更低 可以啊 可以帮他拿 让他摔坏 按照医嘱努力复健 教养身心障碍孩子的路上 有许多不为外人知的心酸 但云怀景说自己很幸运 因为有家人满满的支持 从平平安黑一出生 然后我就有教职 我就考上教师真事 都是我婆婆跟我小姑 她们花了很多心思 照顾这个孩子 我真的要很感谢我婆婆 跟我小姑 如果我没有打门 我可能就辞职了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交出了 我哭得再丑了 结果我很幸运 我婆婆跟我小姑这段 好 她们真的很了不起 好 虽然我常常吵她们 经常带着开朗笑容的余怀景 提到家人一路相伴相助 忍不住落泪 连声说着感谢 但现实生活 并不总是温暖良善的 我曾经请了快要两年的孕驾 我在回到学校的时候 我其实是鼓了很大的勇气 所以跟学校说 我有两个需要早聊的小孩 我那时候连脑性麻痹 四个字都说不出来 然后我就跟学校说 可以让我的课表 就是某几个下午是不要排课的吗 我记得那时候她给我的脸色是 余老师所有的人都跟你像你这样的话 我课都不用排了 我会觉得那件事情对我是很伤的 就是我们不是同事嘛 所以那一次之后 我就再也不想要跟别人说 我的孩子是身心障碍 我觉得如果连同事都不帮忙 大概也没有其他人吧 我就都没有讲 所以我其实是蛮默默的 就是我很认真的教学 我唯一面对的就是学生跟家长 回到家就教小孩 然后我跟外界的联系可能就是没有的 直到2016年透过朋友接触到TED 参加演讲者争选 顺利通过初选进入复选时 于华锦认真思考 一定要说亲身经历的故事 才能打动人心 于是鼓起勇气说出女儿的故事 那我就说我女儿的故事好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 那我就说我们家平平安安 可是我其实说的不是很好 我那个时候我只要一提到安安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跟人家说 我的孩子是脑性麻痹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受在一个 七八百人的公开场合 所以我那个演说我大概练了五百次 因为你一直哭 人家就会觉得这个妈妈很伟大 我不要你觉得我很伟大 我很希望的是大家看到教育的价值 就是有能力的人要去协助弱势的人 我很希望大家知道 我们面对身心障碍者 我们其实跟她说 慢慢来我等你就可以了 那你要过来陪妈妈考出来 我们大概每一两个月 就会全家人一起出来玩 那因为我两个女儿行动 比较不方便 我们大部分就是找一个饭店或旅馆 就待在里面了 我今年初有写那个愿望 我就很希望有生之年 可以住在那个露营区 所以我们这次就挑了这个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跌跌撞撞一路走来 如今两个孩子已经18岁了 曾经被医生预测 可能一辈子瘫痪的安安 现在可以拄着拐杖走路 平平即将成为大学新鲜人 余怀錦说很感谢一路上 遇到很多好老师 让孩子在学校安全地学习成长 但是安安在高中阶段 屡屡遭遇到公立学校 不友善对待的经验 让余怀錦不惜放弃退休金 毅然辞去稳定的公立高中教职 辞职的原因是 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学校 整体的氛围不友善 一个学校的领导者 他可以这么漠视弱视的孩子 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不想在学校教书了 我觉得教育不会只有在学校里面 其实应该要教育的是大人 我一年就只有教两个班级 就80个学生 我可以教更多的大人 不管去授课或者去演讲 余怀錦有个教育的理念 希望他教出来的都是有温度的人 对孩子他期望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平安健康长大 对自己他要透过授课或演讲 传递理念 教育不只在学校 处处皆可为教育 所以我很希望我可以上很多课 很多人常常问我说 什么叫做有温度的课堂 温度好抽象 我觉得我的课堂就可以 让温度变得很具体 所以我很希望我到处上课 到处演讲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这样的课堂 而不是只有在书里面 我觉得书里面教的方法 有的时候他不见得能够感受到 然后只要大家慢慢知道 什么叫做温度 我觉得社会会变得很不一样 包括我们的教育的氛围 或者教育的环境 从有温度的课堂 扩大到有温度的社会 书怀仅坚持为弱势发声 让阴暗处也能闪闪发光 慢慢来我等你 或许就是因为他面对自己孩子的经验 让他更能够成为一位有同理心的老师 广告之后继续带您看舞蹈老师 我喜欢那个舞台 当然跳舞的过程中很苦 然后他有很多 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挫折 因为毕竟我们算是半路苏家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 未来再怎么辛苦 我都应该会坚持在舞蹈这条路上面 继续这位是在偏乡 教孩子活出自信 走出框架的舞蹈老师 依山傍水的金山 在星期天游客不少 近邻老街的金山国小校园里 一群人从前一天就开始忙进忙出 为下午的一场演出做准备 在现场分配工作指挥若定的 是金山国小舞蹈社的江家豪老师 身边的大孩子们 几乎都是从小学就一路跟着他长大 大部分都是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来 但很好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大孩子都长大 所以就可以交代很多事情给他们做 他们也会分担工作 也不见得是交代 他们变成他们会自动来分担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这场演出算是小规模 金山国小校内没有表演场地 只能够利用户外的篮球场 在地板铺上塑胶地垫充当客单舞台 下午三点半演出开始 在三十几度的高温包围下 人人挥汗如雨 但是舞者卖力演出 现场座无虚席 学校家长和孩子们 共同完成了一场成功的表演 金山国小现在就把舞蹈的 这个区块成为学校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特色 那毕竟我们已经成立到现在十多年了 那我们培育出来的小孩很多 那也有很多小孩 因为加入舞蹈师 他发现原来我也是可以跳舞的小孩 江家豪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金山人 国中时期欣赏到学长的表演 从此爱上跳舞 对于舞台和肢体表演的热爱 让他一路坚持 对 我喜欢那个舞台 当然跳舞的过程中很苦 然后他有很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挫折 因为毕竟我们算是半路苏这样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 未来再怎么辛苦 我都应该会坚持在舞蹈这条路上面 十三年前 因缘际会回到母校任教 获得当时的校长支持 在校内成立舞蹈社团 带领天乡孩子追寻梦想 我是金山国小的校友 然后我本身也是金山人 然后问学校有没有兴趣成立这样的团队 然后后来校长觉得很好 他想要让金山的就是文化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于是我们就开始成立了金山国小舞蹈社 嗨 哈喽 请进 我们从这边直接穿过去 这是学校的幼稚园的教室 你们四个好了 江家豪回到金山国小成立舞蹈社 发现资源实在匮乏 有些孩子连舞鞋都没有 校内社团不收费 但为了让孩子有多些表演的空间和机会 必须出去比赛 服装 道具 吃住 样样都要花钱 于是和学校一起 积极向工部门和民间慈善团体争取经费 才一步步站稳脚跟 课后编舞 陪练 做道具 都是江家豪的生活日常 为了帮学生制作服装 他还报考了实践大学 学习服装设计 我第一次踩裁缝机的时候我很紧张 因为那是就是脚踩 然后他们就有点像坐云霄飞车 一冲他就 就飞出去 本来要直线就 就不知道歪到哪里去 之后我可能就 有时候比赛的衣服 像帮他们排舞 就会先有想法 有概念 然后大概知道设计什么 曾经有一年是编印第安舞 就是它很简单 就是可能一块布 然后一块布 就这样 两块布 然后我就 于是我就去买了一大片布 然后带当时的舞蹈社小孩 我们就自己亲自才 每个人想要穿什么 每个人 有的人要想要绑这边 有的人想要做平口 有的人想要做 怎样都可以 就每个人分一点点 然后自己去做 舞蹈社成立第一年 就获得全国学生舞蹈比赛贾等 十多年来培育出许多杰出的小舞者 孩子们不只爱上跳舞 更成为比赛常胜君 是江家豪最大的成就感来源 当然是来自于他们 对 初楼是从小学四身舞的时候 专程到 从基隆到金山 来跟我学跳舞 今年考大学的时候 也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 诗涵是从国中 然后现在高中 那因为我们一起也经历过了很多次的舞蹈比赛 然后特别是他在109 对吧 对 他在109全国学生舞蹈比赛 高中个人民书 他拿下全国第一名 有等第一名的佳级 我觉得很不容易 曾经是职业舞团成员的江家豪 謹守专业 是孩子们眼中的严师 但私底下也是他们的大朋友 跟他会守 你叫什么名字 一开始我就跟小孩讲 我们有缘大家才会聚在一起跳舞 我希望我们台面上 就像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可是我们私底下就像朋友 也像家人 在演出现场 帮着江家豪处理大小事的蔡孟婷 是她在金山国小舞蹈社第一届学生 三年级的时候 家豪老师回来 然后是带我们的体育课 他是当体育老师 然后教我们体育课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 上一上上一上 他就把我交到他的办公室 我去了之后 老师就叫我做了一个动作 他就是叫我做了一个 空中病腿的动作 然后我做了 然后也做到了 然后老师就说 好 那你来舞蹈社 他觉得 对 然后江老师觉得 我有可以跳舞的潜力 然后音乐走 然后走出来第一排 父母忙于工作 原本对儿子跳舞没什么意见 但随着孟婷跳舞的时间越来越长 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 开始反对 没想到孟婷坚持要跳舞 还考上了公立国中舞蹈班 他们不了解舞蹈可以做什么 但是我要去考舞蹈班这件事情 佳浩老师去跟我爸妈游说了很久 就是我的舞蹈路程是 佳浩老师帮我这样 一步一步开拓出来的 特别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会觉得说 男生跳舞要干嘛 那未来有什么前途 跳舞不就是 他们的观念就是像交际舞这样 跟女生揉揉抱抱抱 他们就觉得这样的不好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妈妈聊很多 我就说 其实不见得她未来会继续走舞蹈这条路 可是我觉得把她送到国中舞蹈班 毕竟她是一个班级 那这样的资源很多 老师们照顾小孩也比较严厉一点点 然后我说妈妈 你不如给她一个机会 让她去试试看 那三年以后不喜欢 你们可以转账学科也行 念了舞蹈班走上专业的路子 孟婷才发现 舞蹈不只是跳得开心就好 其实我的舞蹈路程也算是蛮坎坷的 我在国一刚进去的时候 非常的不适应 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跳舞那么辛苦 就是要拉筋啊 然后做动作的时候 老师做不好会骂啊 还会摔骨棒啊 然后会看你做得不好 还会叫你出去啊 就是把你赶出教室 我不知道原来跳舞 专业舞蹈的事件那么的严格 所以我其实一度在国一的时候 是差点撑不下去的 我就会 每次在家里 晚上的时候 都会 睡到一半会 会醒过来 你会觉得压力太大 就会觉得撑不下去 老师一步一步地支持我 然后鼓励我 也才让我可以坚持不放弃 对 撑过那段辛苦的日子 孟婷的舞蹈路越走越顺 国中毕业之后 考上台北医术大学舞蹈系 七年一贯制 今年大学毕业又考上研究所 未来规划出国考团 成为全能舞者 跳舞改变了她的人生 她也要证明 跳舞不怕没出路 其实我蛮常想这个问题 我如果当初没有去 基隆建的舞蹈班的话 我就是一定是念 金山国中 金山高中 我可能就会像街头上的 屁孩或是八家九 就是骑着机车 然后到处这样 就去到处玩 可能随便找一份打工 赚点钱 现在生活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变得非常的充实 因为舞蹈 舞蹈其实 術科方面的累积 还蛮重的 尤其是在专业的科班里面 看到孟婷对于 择其所爱 爱其所择的坚持 父母的态度跟着改变 从试着理解和欣赏 到参与和支持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 你们都是我最棒的嘉宾 谢谢你们 不管是因为舞蹈 改善他们的生活 或改善了他们的想法 那时候他们在舞蹈社 我就曾经讲过一件事 我不管你将来跳不跳舞 但我不希望你将来 当一个舞业游民 这是我当初 就是跟他们的小小的约定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也都做得很好 江家豪的梦想是在金山国小成立舞蹈班 把所有爱跳舞的小孩聚在一起 成为一个班级 全新经营 但是难度不小 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小孩 她叫凯威 我觉得也是闲聊 但是我会觉得很欣慰 她曾经跟我讲说 将来有一天我会回金山国小当校长 帮你经营舞蹈班 我就说好 等你回来当校长的时候 我也老了 看有没有人可以接受 江家豪努力经营了十几年的舞蹈社 随着孩子们长大逐渐发光发热 师生一起做的梦 正在各个角落发芽茁壮 除了希望做得更好更完善 希望在金山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江家豪说她会持续散发热情 带孩子们走出偏乡 享受不设限的人生舞台 不论是老师还是做农 开店 甚至公司里的小螺丝钉 要把事情做到好 一步一步一步 发现新台湾 我们下次再见 发现新台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